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早出席立法會大問大會 她發言時提及今個年度五項 涉及不同政策範疇的立法工作 包括律實區議員宣誓要求 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 制定劏房租務管制 加強救息樓宇消防安全 以及打擊侵犯個人私隱即是起底等等行為 林鄭看到當中首項是立法律實區議員宣誓要求 將於農曆年假後提收政案 林鄭月娥發言時又指 希望立法會能發揮制衡和監督等作用 為市民做實施 她指出過去三個月疫情下議員有效已示 希望經修訂的人士編制建議 能夠獲議員支持